古代人的平均说明比较断 要是跟现代人比起来就擦远了 但是古代也有活的世界场地 将秦国成为主侯国之后的第二位菌柱秦文龚 秦文龚光挡秦国国菌就挡了50年 可见秦文龚的说明相当长 秦文龚这一直呆挤着他儿子秦京龚就悲剧了 因为只要秦文龚不是秦京龚就不可能挡秦国国菌 可能秦文龚他儿子秦京龚要想过一把国菌的印 但奈何他爸一天也不休闲 而且还是造水造气 审推比他还好 秦京龚一看古迹是瞪不到他打秦国国菌了 于是就回忆回忆就献他把秦文龚两年去世了 秦文龚的儿子去世之后秦文龚有点猛 因为秦文龚这个时候年龄也大了 这儿子突然死了 下来给谁打秦国国菌这就成了个问题 毕竟国菌继承人 你肯定不能在附近的人里面炫 还是得把这个位子传给自己的后代 最后秦文龚大腿一倍 算了这件招笋子弄算了 秦文龚炫的这个顺子就是秦仙龚 秦仙龚继位的时候是个十岁的蛙 但是这个蛙跟你讲的蛙是不一样的 人虽笨死他 在他继位第二年的时候就带着秦人板架了 把秦国堵成又往董挪了一点 挪到了平洋 就是现在的山西圣报几次陈藏去附近 之后排名龚大躺蛇荣 并且最终灭了躺蛇荣 这个躺蛇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姓 是长长去附近 虽然秦仙龚上位的时候年龄很小 但秦国在秦仙龚上位之后 就积极形式了周天子赋予他的权力 加强了秦国对灌重地区的时机控制 秦国也在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但很可惜的是 秦仙龚在22岁的时候 不知道大灰丝竟然隐年造失 这对于秦国来说绝对是个情点霹雳 22岁方的现在很有可能还是个单身 但秦仙龚在22岁的时候 已经最少散瓜的霸来 并且秦仙龚的这三个儿子 显后都打过秦国国军 秦仙龚家老大是秦武龚 老二是秦德龚 老岁是秦楚治 在秦仙龚去世之后 本来是让老大秦武龚来继位 而且秦武龚已经被理为了胎字 最后党结版人 这应该是铁板钉钉钉李斯 但秦仙龚事后 由于秦武龚党是年人胎孝 抗议就七八岁 毕法巴党是上位的时候年来还孝 秦仙龚的售下就处了攀土 以伏击和散夫为首的秦国高级官 一看挖他巴抹了就开始欺负挖 因此飞了秦武龚的胎字紫围 而把秦武龚他最孝的敌秦楚治理为了秦国国郡 就这样发生了秦国理事长第一次拱廷政编 秦楚治被伏击和散夫等人理为国郡理事后 只有误罪误罪个娃 秦马扣角都背不全 他能指导个啥 上位了克林斯克傀儡国郡 秦国的大笑事情就成了伏击和散夫说了算 但是在秦楚治挡了柳年国郡之后 散夫等人竟然伤心兵狂的 把年近十一岁的秦楚治给撒了 然后又让子前被飞的秦武龚 到了秦国国郡 散夫等人在实际控制秦国的六年中 秦国发生了啥 四处上没有记载 但那六年对秦国龚族来说 对秦国人民来说 极有可能是一段黑暗时期 因为散夫等人控制秦国的手段 太过学醒残暴 观众又一句闹话叫起伏碎话缠闹 说的就散夫等人 要是自亡他们能够为秦国的罚战 呕饮沥血 为老秦人搬带耗死 那实在是不太克劳 秦国有匪子被骤田子粉粉到秦一到秦仙公司期 经历了160多年霸威国军 仅过了一代代秦郡和秦人的共同努力 秦国的地位不见由最处的富庸 升级成了祖侯 秦国实际控制令地也有洗锤 到达了贯重地区 但是秦仙公司后 秦国发送了针边 第一次早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 这对于秦国来说 唯一死在奏枪强生的途中 被自己人痛了一道 但谁在奏枪成功的大刀上 还不碰见几个主队友呢